我們開始的題目 描述下列各雙曲線的概略圖形 那麼不必求方的是 先描出兩條漸進線 首先我們看第一小題 灌軸兩端點 坐標是0然後正負3 共二軸兩端點 這坐標是正負4 0 那麼灌軸兩端點 一個是03一個是0負3 所以我們標示一個點在這裡 一個點在這裡 那麼共二軸兩端點 一個是40一個是-40 所以我們標示一個在這裡 一個在這裡 那麼這時候 這兩個灌軸端點的終點 就是雙曲線的中心 那麼這是坐標遠點 所以這裡我們畫出 這是x軸這個y軸 那麼由這裡是4 這裡是3 那麼我們可以畫出 這是一條漸進線 這斜率呢 是4分之3 所以呢通過遠點 那麼這方式為y等於 這是4分之3x 那麼這裡是4 這裡是3 那麼是這樣畫 所以呢這斜率是-4分之3 所以呢這個漸進線 所以呢這個漸進線 為y等於-4分之3x 那麼我們做出兩漸進線之後 那麼這是灌軸的兩個端點 我們就以這裡 然後畫這個雙曲線 如這個圖 接著第二小題 這個方式 那麼這裡呢我們可以求出 這一個焦點 一個是50 一個是-50 所以我們標示 50這個點假設是f1 那麼是在這裡 另一個焦點 我們假設是f2 那麼這是坐標-50 我們標示在這裡 所以呢 基本上 這是一個左右形的雙曲線 那麼兩焦點的終點呢 這是雙曲線的中心 所以這是坐標遠點 所以呢我們畫這兩坐標軸 那麼兩焦點之間的距離呢 是2c 所以呢2c 這是等於5-5是5加5 這是10 所以呢我們算出 c是等於5 那麼c等於5 c平方就是等於25 這時候這裡的值是8 那麼也就是2a 這是等於8 所以呢我們可以算出 a是等於4 那麼也就是a平方 是等於16 因此呢 這個b平方 這是等於c平方-a平方 那麼這等於25-16 這是9 所以我們可以算出b 是等於3 所以呢我們可以標示 這公二軸的兩端點 坐標一個是03 一個是0-3 那麼a等於4 所以呢灌軸的兩端點 一個是40 一個是4 這個是-40 我們標示在這裡 好 那麼這時候 這是4 然後這是3 所以呢這寫率是4分之3 所以我們過遠點 可以做一個漸進線 這是y等於4分之3x 那麼這時候 這是4 這是3 然後這樣畫 所以寫率呢 是-4分之3 我們可以得到 另一個漸進線 放的是為 y等於-4分之3x 所以呢我們做出 這兩漸進線 那麼可以畫出 這是雙曲線的概略圖形 這裡 2 1 3 2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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3 2 2